各位傳媒介入朋友 關於2004年教育修訂條例 這個訴訟的程序到了終點 教育區對這個法庭的裁決都比試了橫行 同時的聲明 雖然有新的法律補限 我們會繼續以教育來服務香港的清明 在這段再次鄭重聲明 我從來沒有說過 如果輸了官司 我們會停止辦閣 我從來沒有說過 我說過 按照這個新的法律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 好像以前一樣 按我們教會的理論去辦閣 有些天主教皇可能不像天主教皇 那時候我們可能要被迫退出 但是我從來沒有說 如果輸了就停辦閣 因為我們知道家長都不會贊成我們這樣做 可能有人問 有沒有想過公民項目呢 即公民項目就是犯法做事呢 現在在這件事上 如果公民項目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我們繼續不守新的法律去辦閣 這樣做是沒有用的 如果這樣做 政府肯定可以收回我們的學校了 即是我們前面說過 我們不想停止辦閣 所以無從去公民項目的 所以今天請大家來想說甚麼呢 我聽這篇文字很長 我不會全部讀出來 完了之後 我就拍給大家 中英文的辦閣 我請大家來 主要就是 在將這件事放入歷史時跡的檔案之前 我有責任 都有資格 因為我這麼多年在香港為教育國務的 這裡有詳細交流的 我想向你們 接著你們 向香港的社會 向國際的社會 因為國際上有很多人關心我們香港的大陸 做一個綜合性的檔案 即是說 究竟這十多年 我們做了甚麼 為甚麼我們反對這個 如興靈性年的所謂的教育修訂的辦法 我想我這樣做才對得住 一直支持我們這個學校和朋友 尤其為我們作出義務的服務 在這個法律上幫助我們 或者會 遲些知道有多少費用 會分担我們的分担和教育修 但我都以為這樣做才對得住 我們很多的前輩 又聽到很多傳教士 他們更生 更運 幫我們留在這個寶貴的教育 我這裏也有說過一些歷史 不用說那麼多 這裡慢慢來自己看 很明顯 有人在這裏說過 我們要推行一些翻天覆地的改革 最大的組力 三國 最多一個就是八國全體 所以我們知道這整個行動的疑是什麼 首先出來的就是一個所謂的資訊民主 其實已經很清楚的態度 目標是公共 但是有一幫人很厲害的 發行得很好 換了那些字眼 所以證明到了很多香港的事 其實是剛剛那時候 有一份七號報告師 教統會的七號報告師 對一到一年開始的 所謂SMI 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 已經做到一個很好的結論 但是根本都沒有避受到尊重 新的一代人事館台 將它不算忘記了 都未試過已經將它翻除了 他們在這個新聞文件裏面所建議的 就是破壞一個限制有效的一個制度 取消了我們傳統的辦公室的權利 都宣傳了我們多年從政府略好過半的辦公室 可能你們很多位學生 有些年紀大一點都記得 是那時候很多南門的那時候 就是我們的教員幫政府辦公室的 這個新的計劃的目的就是 將這個辦公室的權力 從我們辦公室的權力下降到個月學校 其實下降之後 是不是真的有權 當然不是 下降到個月學之後 就有中央、集中 我們現在做了很多功夫 我們尊重中審廷的權位 我們接受它的法律的效力 但不等於說我們承認我們的錯誤 很多人其中都有報紙中法官都說 現在我們將這些放在背後 向前看 對 所以我希望這個最後一次 我需要出來講示範 但是這句話都要講 但是這句話都要講 不可以說 在微信上留下一個紀錄 就是說我們的看法就是 這個法例嚴重傷害我們的 損害我們的辦公室 都違反了基本法 所以不單止是我們辦公室的選擇室 香港都因此喪失了一個非常珍貴的優點 所以我非常悲哀 所以我現在這篇文章 就有比較大的題目 第一個大題目就是 2004年修正法例 嚴重損害我們的辦公室 甚至初審庭的法官都說 經常有一個material change 即是 a change which matters 即是一個習慣重要的改變 改變什麼呢 因為我們已經不是我們辦公室 現在是法團校長會辦公室 所以是一個徹底的改變 所以說還有百分之六十 沒有用 因為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八的差別 是徹底的 是轉了一個差別 九十和八十 八十和七十和七十和六十 相對的 但是和百分之一百比上 完全都有法律分別的 所以我們在 不要這個辦公室去這麼說 如果說你們總可以寫學校的章程 但學校章程是一張指令 不能夠絕對保證 而且就算這個 都是政府要批准的 我們有百分之六十 其實都不明白 這些人不明白 家約是什麼 因為家約不是一個商業的基金 所以要用多數退翻小數 就沒有問題了 家約是需要有公式的 所以單單有百分之六十 看你們能夠保證 這個教育的順利的進化 所以關鍵的就是 我們要提名全國的效果 以及提名一個有實權的效果 這樣我們才可以辦 去維持這個天主教育的理念 第二點就講到法律 我們覺得這個新的修訂的法律 是環化的基金法 法律不斷 很多次有人把這個 三百六十一第一條 和三百四十一第三條 對立起來了 三百 一百三十六 說什麼 說政府應該推進改革 一百四十一第三條 那些宗教團體有權 照以前的做法繼續辦公 所以很明顯 有一條大言之環 是從一套法律裡面 我們絕對不應該去找出 一個謀談的 為什麼呢 因為重量的人 他知道這整套法律 他通過那個時候 知道有這兩條法律 他一定不可能是自我謀談的 事實上呢 是讀法律的時候 我們都學過 一個大原則 是不會被一條細的 批類推翻 因為細呢 如果都是立法律的制度 表示它就是這個大原則 一個細節而已 但原則呢 不會看到這些細節無效的 細節其實是指出一個底線 所以如果你說一百三十六 押到一百四十一 那你就去還 通過一百四十一那時候 就去顧弄了 是吧 但我們說不可以總價值 所以我們堅持還 一百四十一是有效 但我們說這句的時候 絕對不等於說一百三十六沒有效的 我們承認 教育員是需要多方面的不斷的改革 但是在任何的改革裏面 不可以損害這個一百四十一條 給我們白河全體的白河全體 做個比方 譬如胡介東這次說五十年不變 你說五十年不變是甚麼呢 甚麼叫五十年不變 當然不是啦 五十年不變是那些基本的 香港的生活的做法 但是肯定變化是必須 這個變化不應該改變香港基本的制度 即有些人就說 哎呀 你們好像要用一個很強的狗條條 甚至說你們要絕對管理學校 當然不是這樣啦 我們反對這些損害這一條法 但不可以說你任何改革都可以反對 當然在一個民主的地方可以討論 但那些沒有一個全面的保守 那些都沒有英國 那些完全接受政府的管制 在以前的法律裡面 完全很詳細保證政府是有權主義的 政府的權 政府的責任 本來所有學校 所以我們完全接受政府 所以不要把那些學校當我們學校 當我們學校 所以一半四四一條 基本上就是保證我們有權白學 在法律裡面就講這個 在法律裡面就講這個 按照原來的方法 按照原來的practice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其實怎樣都很重要的 因為按照原來的practice 才是真正白學 所以現在的法律裡面 還有白學的兩個字 但是如果這兩個字 現在用在我們辦學園的身上 是假的 因為不是我們辦學 辦學是做的 因為是管理學校 是領導這個學校 很可惜這個辦學 這個概念 被這個management這個字 被他們混亂了 已經在2000年的資訊文件那裡 因為management committee 就是管理學校的東西 其實是兩件的 因為白學有很多不同的層面 但是白學到了董事復 是一個最高的層面 所以不應該把這個論痛的連出 一定要死亡的人 執下在一個最高的層面 而且我們要保證白學 因為我們天主教 不單止教區要行 我們甚至要配合我們全世界 天主教的理念 很可惜 說到最後這個鍾慎庭 說到鍾慎庭 他們這個141條 做到一個新的解釋 其實很有趣 因為本來每次常訴 所有的裁判都裁判 依此那個判是否對 現在很有趣 我們常訴的法庭說 初上的法官是錯的 但是你說我們都錯 就是六個女兒出來說我們錯 那麼現在我們常訴 鍾慎庭 鍾慎庭又說 那個常訴法庭那裡的法官是說錯的 但是你們又錯 一個一個 新的女兒出來說我們錯 他就把這個141條 做了一個新的解釋 解釋得非常限制的 他說這條東西所保證的甚麼呢 他說是religious formation 就是宗教的福祖 宗教的成分 後來他解釋一下 做一些例子 原來就是一些宗教的活動 比如教聖經 比如早上有祈禱 就是那些東西 我們就很難同意這樣解釋 我們認為141條 不是關於這些 學意的 中國人數和一些活動 是關於大學的權利 關於保證教育的領域 就是說關於全人教育的目標 就是關於倫理度和人生觀 所以在那些資料裡 我們都會拍一張紙 列出我們希望在這個章章裡 可以寫進去 一連串 關於教育裡面 我們應該推進的價值 這個是關於數度這件事 不過在這裡我想都要加一句 因為有些事情在大官司那時候 是沒有直接有關 但事實上是非常有關 就是說究竟這個新的制度 合不合是否好呢 因為法庭上說這件事不關事 法庭上剛剛研究 這個法律有沒有違反規範法 但是現在我們都要看一下 因為這個校董會 現在將它變成這個 法庭的校董會 並且在學校裡面 唯一一個辦事的時候 是否合不合呢 我們問一下 校董會的責任是甚麼 我想第一是管理人士 現在校長老師都參加校董會 校董董事是老闆 以前是老闆 校董會請老師、老師、校長 在誠心 現在他們自己鼓勵自己 自己監管自己 他們自己超級別自己 即這個不論校董會要做任務 都交給他們的小董 校董會的第二個責任 都是關於財務的 當然現在財務 都不是直接到校董會的 學校層面一定有機會同意一點 所以這個預算案一定的校長都幫忙做 但是在這個下面的層面 很多次會有這個 來一個衝突的 校董會在更多層面 不會這麼近視的 校董會是在學校的長期的一處 而且很多次那些校董會 那些校董會 不單止監管都會為學校去捐錢 有些可能只要政府規矩 不能夠避免 我們都會找一個人來給我們 相反 有很多學校裡面的事情是很疏囂的 那些疏囂的事情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 7號報告書 這個商城大堂 可以在校政執行委會裡面去做 現在只有一個大堂 就是這個校董會 難道這些疏囂的事情 都完全去校董會 校董會開幾次會 這個制度是很有問題的 是那些學校和政府之間 是很適合一個中間性的團體 尤其是我們比較多的學校 中間性團體 在社會上能夠批准政府的權力 有利用民主的 人和民主的社會 很多都是靠那些中間性的團體 去制限政府的權力 但是我們都不是反對民主的精神 在這個所謂校政執行委員裡面 大爆機會 很多人可以去參拜 各位朋友 我們明白 中慎庭在中慎庭就完了 沒有其他機會去呈現 我們是很兵開 有些不會絕望的 天主是歷史的主著 我們將一切的憂慮放在他身上 他會照顧我們 希望天主藉著那些支持 我們教育理念的教育人士 教育我們非教育 使到跨天主教育的學校裡面 還可以讓青年得到真正的尊處教育的反隔 所以他們要明白 追求人生的真正的目標 幫助死予上的人士 能夠過一個愉快有意義的流程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